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 那么继续和大家分享 我对于校园运动 你刚刚通过的 法律定义法案的一些看法和认识 这里呢 我要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 校园运动并不是为了 让学生或者是教授们 去掌控这个社会 就像我上集所说的 校园运动呢 它首先是这个社会出现矛盾激化的 一种本能的反应 也可以说 这是能量宣泄的一个渠道 那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因为校园的师生 他们在思想上 往往处于人类文明进步的 最前端 那么校园运动就可以把这些师生 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 理解 迅速的反馈给社会 但这里并不代表着 他们对于社会进步的理解就是正确的 因为就像我上集所讲的 他们的想法往往是 比较理想化 比较激进的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社会的具体实践者 但这并不能否定 他们的想法观点中 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成分 校园运动 应该可以使 下沙塔里的这些掌控社会未来命运的学子 开始进入社会实践 并且迅速的成长起来 另外一方面呢 校园运动也会让社会现在的这些实践者 开始认真地考虑 要如何引领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走向进步 当然这些呢 都是校园运动所带来的好处 那么既然有好处 就要有付出的代价 付出的代价 往往就是暴力冲突 思想上的混乱 年轻人更加的激进和迷茫 以及保守派 政府和国家机器 短时间之内更加的顽固 支持和年轻人的冲动 以及造成社会矛盾问题激化的 旧有的社会制度的巨大惯性 密不可分的 总之在这个过程中 要保持动态的平衡 要保持斗争的可控性 这样才会最终 让校园运动利大于弊 如果最终的结果 是一种失衡的状态 那么将是灾难性 所谓失衡的状态呢 就是学生运动 最终取代了政府 取代了国家机器 或者是国家机器 政府彻底压制了校园的声音 让校园彻底失去了言论自由 那么这两种极端情况 都是灾难性 而要想让校园运动 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发挥正面的作用 在我们的现代社会里 这需要三方的共同努力 这三方呢 包括争论的直接两方 那就是校园中的师生 和社会的掌控者 包括政府 国家机器 那么第三方 就是广大的民众 民众既要尝试去理解 校园师生 对于进步的这种追求和意愿 因为这和他们的未来息息相关 另外一方面呢 民众也要通过 和自己密切相关的 当前的社会状况 去理解政府和国家机器 在社会实践中 所面临的巨大的问题和挑战 这样民众 才可以把自身作为砝码 来调节校园运动 和政府国家机器 争斗过程中的平衡问题 这里我再次要强调一下 维持动态平衡和霍西尼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霍西尼调和主义 指的是完全没有去深刻的去理解 争斗双方的根本诉求 而单纯的追求形式上的平衡 真正的维持动态平衡 是在深入的去了解到 平衡双方的真正的诉求 理解他们思想认识的核心部分 从共同社会进步的长远角度出发 这才能正确的进行动态平衡的调节 那么现在人类民众的能力 能否做到这一点呢 答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肯定或者是否定 不可否认 现在人类社会的民众的意识 仍然需要不断的努力 甚至可以说 人类民众的意识 需要不断的努力直到永远 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历史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民众的意识水平 是在螺旋式的不断提升的 比如说像民众的参政意识 这就和几百年前有着很大的进步 东西方都是如此 因为我们对于民众思想意识水平的观点 既不要过分自大 也不应该妄自菲薄 那么再回到这次美国的校园运动 那么学生们呢 在校园里建立了营地 并且占领了校园建筑 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 那么要想理解美国的校园运动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应该去了解美国校园运动的历史 因为美国校园运动的历史 也是它独有的特色 那么今天的校园运动 可以说和之前美国的校园运动 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这次的美国校园运动 之所以产生激烈的冲突 表面上的原因呢 是因为一些大学 呼吁州和地方当局 驱散参与者 并且拆除他们的盈利 这就导致了师生与警察之间的紧张对抗 和大规模的逮捕 因为师生们他们坚定地表示 在学校满足他们的要求之前 他们不会放弃营地 并且表示 他们抗议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这遵循了学生主导的社会运动的传统 说明美国校园运动的历史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就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学生争取种族平等的抗议活动 但实际上呢 美国校园运动最早的一些示威活动 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民权运动高潮之前的几十年 根据美国校园运动的历史记录 在1943年的时候 霍哈德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领袖 就开始练习 他们所谓的坐在凳子上的技巧 那就是学生们会去华盛顿特区 拒绝黑人服务的餐馆 并且保持座位 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1943年4月 当时学生活动家保利木雷 带领着同学们来到一家 仅限白人用餐的自助餐厅 要求提供服务 当他们的服务请求遭到拒绝之后 他们就坐下来 拿出杂志 铅笔 记事本和诗集 在座位上静静地待了下来 这个迫使餐厅的管理人员 在45分钟之后 关闭了这家餐厅 那么第二年 也就是1944年 55名华德大学的学生 又在当地另外一家餐厅 举行静坐 他们坐在那里看书 当时餐厅的员工 拒绝为他们服务 当天这个餐厅的服务 中断了50% 后来呢 这个餐厅位于 伊林诺伊州的总部 下令这家餐厅 为这些学生提供服务 当然这两次静坐示威 并没有立刻导致美国首都 华盛顿 种族隔离的结束 不在后来的民权运动中 被各地的黑人活动人士 所效仿 1960年的时候 来自现在北卡 MT大学的四名黑人学生 又创造了历史 他们来到北卡 格林斯波罗的一家百公司 坐在专为白人准备的 午餐柜台前 他们被称之为 格林斯波罗四人组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来这个餐厅的 静坐人数不断地增加 6个月之后 这家餐厅 开始在他的午餐柜台 为黑人提供服务 1968年 旧金山州立大学的 黑人学生会 领导了一次罢课和罢工 导致该大学关闭 整个三个月的课程被取消 当时这些学生们要求 招生实践中的种族平等 反映不同观点的课程 以及教师中需要有更多的 有色人种 他们在校园里举行集会 那么一些抗议活动 就催生了暴力 导致学生被警察逮捕 或者是殴打 不过这个大学最终 是同意满足了学生的需求 建立了美国全国第一个 种族研究学院和黑人研究系 增加了对有色人种的招生名额 并且承诺 会雇佣更多的有色人种的老师 那么要求取消 种族隔离政策 这是民权时代 校园运动主要的诉讼之一 那么另外一个主要的诉求 就是反战 1955年爆发的越战 十年之后美国军队的增加 这就引发了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 美国大学校园内广泛的抗议活动 当时大学生们要求结束战争 并且公开反对征兵制 因为征兵制 使他们面临毕业之后 被送去打仗的风险 而这个战争 在他们眼里 并不是一场有价值的战争 当然这和当年共产主义信仰 在全球年轻人的范围里 盛行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当时在美国各地的校园里 有数千名的学生 对越战进行抗议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1964年5月2日 来自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大学和其他学院的 大约400名学生 在纽约市举行了游行 抗议美国介入越南的事务 呼吁从南越撤军 必得停止军事援助 1965年3月24日到25日 密歇根大学举办了 美国全国首次 越南战争宣讲会 学生 教职员工和其他人员 参加了为期12个小时的活动 其中包括集会 研讨会 重点是抗议美军 在越战中的作用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这种形式在其他几所美国大学里 也开始流行 随后呢 尼克松在1968年当选美国总统 那么其中他当选的部分原因 就是在于他承诺要结束战争 可是在1970年春天 尼克松他宣布美军进入柬埔寨 那么这就再次引发了 反战运动的大规模的抗议 1970年5月1日 俄亥俄州肯特市的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 在校园里举办了反战集会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 当天晚上的晚些时候 在肯特市的中心 另外一场抗议活动 从刚开始的和平的状态 很快就升级为 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 结果促使该市的市长 宣布全市进入到紧急状态 市长要求俄和俄州的国民警卫队 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到场 1970年5月4日 大约3000人聚集在了肯特州立大学的校园 抗议战争和国民警卫队在校园里的存在 当时抗议的人群拒绝离开 所以警卫人员就开始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 随后居然向人群开枪 造成了4名学生死亡 9人受伤 这次抗议活动被称之为肯特州立大屠杀 在此之后 有数百所的学院和大学关闭 学生和教师的罢工和抗议的浪潮 蔓延到了美国1300多个校园 那么如此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 最终导致美国在入侵柬埔寨之后不到八周 就从柬埔寨撤军了 而且三年之后 1973年1月 巴黎和平协定的签署 也标志着美国结束对越南战争的参与 也标志着美国争兵的结束 那么除了争取种族的平等权利 和反对越战之外 实际上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 美国的校园运动 还领导了另外一次全国性的运动 而那次运动 和我们最近的校园运动 有很大的关系 那次运动也是向大学施压 要求大学 切断与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 公司的财务关系 也就是这次运动中所提出的Deinvest 从1948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 南非一直实行的是种族隔离制度 在此期间 南非的少数白人通过了一系列的种族主义 和压迫性的法律 包括禁止黑人与白人结婚等等 来保证少数的白人统治非白人的多数 当时南非的法律按照种族划分人口 为白人保留最好的公共设施 为黑人建立了一个单独的 低劣的教育体系 黑人们还必须忍受着侮辱性的工作政策 强迫搬迁和当局的任意对待 其实有一项法律 群体地区法 强迫黑人 印第安人 亚洲人和混血儿 居住在不同的地区 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家庭的分离 那么当时南非的这种情况 在美国的校园里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当时美国反种族隔离运动 通过学生主导的校园抗议活动 获得动力 学生要求大学撤回所有与南非相关的投资 当时学生们成功的向纽约 加利福尼亚 北卡等多个州的全美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学 施压 要求他们与那些与南非有联系的公司 断绝经济联系 最早由学生领导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抗议活动 是发生的1966年 当时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简称是SNCC 他们的成员在南非驻联合国领事馆前示威 学生们游行声援 当时著名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纳尔逊曼德拉 而曼德拉是在1964年6月被判处终身监禁 最终是在监狱里度过了27年 当时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还组织了在纽约大通曼哈顿银行进行的示威活动 要求大通银行停止向南非提供贷款 不能再为种族隔离制度提供资金 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学生运动 持续的时间很长 甚至到了1985年的时候 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 还曾经用铁链锁住了一座行政大楼的门 将入口封锁了近一个月 他们仍然是在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那么当一系列的学生抗运动爆发的时候 当时有学校威胁要开除学生 并且开出了纪律警告 不过美国的黑人领袖杰西西克逊 以及南非著名的黑人领袖图图大主教 都发表了他们对美国学生的声援 最终哥伦比亚大学的高层开始考虑 波利该大学在南非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 价值3900万美金的股票组合 就这样最终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了第一所 波利支持南非的公司股份的长情腾大学 那么有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例子 数千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 也在1985年进行了抗议活动 要求伯克利撤回与南非开展业务的公司的财务控股 所以第二年伯克利大学也剥离了他所拥有的 与南非相关公司的股票 这笔金额更是巨大 价值30亿美金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学生 也在同一年1985年 也发起了一场反种族隔离的运动 最终也影响到了他们大学 在1987年 从与南非相关的公司撤资 当时美国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 推动了日益壮大的国际运动 旨在孤立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迫使其放弃种族主义政策 最终通过一系列步骤也做到了这一点 包括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 四年之后 曼德拉赢得了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 也成为了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这其中就有美国校园运动的巨大的贡献 那么有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校园运动迫使大学 Dean Weiss的这个先例 我们今天看到校园运动 提出Dean Weiss作为主要的诉求 也就不用奇怪了 不过最近的校园运动 他们对于Dean Weiss 也就是撤资 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校园运动要求撤资 他的具体情况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呢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 我们下期见